将手上的酒撒在燃烧的献祭品上 波利维亚艾玛拉族总统Evo Morales 和巴拉圭总统Horachel Cartes 在8月24日共同出席的 新天然气精炼厂的启动典礼 新的天然气精炼厂 位在波利维亚西南部的原住民族地区Yakuba 是由波利维亚国营的YPFB石油公司经营 巴拉圭协助建造 希望可以为两国提供更便宜的天然气 并且促进出口 签署合约正式开始运作 这座精炼厂内的设备 每天能够处理三千两百二十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以及二点二公顿液化石油气 是南美洲最大的三座精炼厂之一 建造整座精炼厂耗费六亿九千万美金 约九千位工人投入建造工作 预计每年透过天然气外销可以获得五亿美金的营收 不过位处原住民族区域的精炼厂 是否会对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在邀请族人在启动仪式上跳舞 族人代表拍拍座拍着手的同时 在地族人的真实心声却是未知 记者读戏 林伯红编译